起因农历新年15号下午中央公园商圈举行WTO台湾高雄暖心过好年活动 现场邀及17国超过60个摊位展示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国际感十足 高校市长陈姬迈也到场祝贺新年快乐 并且感谢新住民们共襄盛举 来中央公园商圈逛街 有17国的不同国家的风貌 那这个充满了我们象征着我们高雄市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有多元的文化 有多彩多姿的各种不同的活动 海纳百川的高雄有越来越多新住民在这里落地生根 异国文化的交汇也在这块土地上激荡出许多动人的火花 现在来到中央公园的异国文化市集 不用出国就能够一口气拥有各种新奇的异国文化体验 中央公园商圈位于高雄市中心 也就是中山路以及五福二路上 商圈主要的街道高挂近六百颗红灯笼 象征团圆与喜气 营造出街道喜庆祥和的年节氛围 舞台布置也结合了各国国旗以及大型的职栽 要打造愜意以及充满人情味的高雄异国新年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 069连四展摆不摆 01 071 01 10 10